大家好,我是西国梁子 如果你想学习西语了解西国文化 记得订阅我哦 最近呢,我们刚刚成立了西国梁子的语法专题网站 想系统学习西语时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本期视频呢,也是我们陈述式专题课程的第一节课 陈述式一般现在式 本节课呢,你想学会陈述式的规则变位和它的三种使用场景 不要以为陈述式就是用来表示当下发生的动作的 它还有其他的用法 那看完视频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去我们的官方网站西国梁子道靠 去下载与本节课对应的陈述式一般现在式非规则动词变位的PDF 大家可以把它保存在手机当中,方便随时的记忆和查阅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陈述式一般现在式 大家好,我是西国梁子,欢迎来到我们的语法专题课程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解的是西班牙语陈述式一般现在式 那这节课的内容呢,包括三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基础变位 也就是说我要给大家讲解一般现在式它的基础变位 第二部分呢,是特殊变位,就是非规则变位 这个一般式当中呢,还有很多非规则变位 第三部分呢,是使用方法 也就是,我会教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使用这个陈述式一般现在式 那第一部分呢,和第三部分呢 都是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 由我来给大家解释 那这个第二部分内容呢,是这个非规则变位 我把它整理成了这个PDF 方便大家下载到手机当中 那大家有空的时候呢 可以很方便的去背诵记忆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在今后 西班牙语阅读或者口语表达当中 你会突然想不起来 哎,这个词我知道它是非规则变位 但是它具体的变位是怎么样的呢 你会想不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把这个PDF下载到你的手机当中 你就很容易的能够查阅到 好,现在我们就来进入第一部分 陈述是一般式的规则变位 我们知道西班牙语的动词分为三大类,对吧 第一大类是以R结尾的 第二部分呢,是以R结尾的 第三部分呢,是以IR结尾的 我们首先看到以这个R结尾的这个动词 比方说hablar 它的第一人称呢,我们要变成hablo 也就是把R变成O,对不对 hablo,yo hablo 第二人称变位呢,是hablas 把这个R变成AS 第三人称把这个R直接变成A 也就是habla 接下来呢,是它的附属变位 hablamos,对不对 直接呢,把这个R的部分替换成这个画线部位 hablamos hablais hablam 好,这个是以R结尾的这个动词 我们再来看以R结尾的这个动词变位 代表动词是abrender 它是学习的意思 abrender 我们来看它第一人称 abrendo 实际上你也是把这个R变成O,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个和R它的第一人称变位是一样的 abrendo 第二人称 abrendes abrendes 这个地方呢,直接把这个R变成S,对不对 第三人称 abrende 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它的附属变位 abrendemos abrendes abrende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以以R结尾的这一类的动词 代表动词是bibir 它是住的意思,居住 看到第一人称变位 vivo vivo 它和前面两类呢,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把这个ir去掉变成O,对不对 它都是以O结尾的 vivo 第二人称呢 vives vives 第三人称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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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它的附属变位 vivimos vivis vivo 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这个ir结尾的动词 和这个以R结尾的动词 它们的这个规则变位呢 很大一部分都是相似的 好,这就是我们学习的这种三类基本动词 它们的规则变位 任何一个西班牙语的动词呢 它都可以归于这三类当中的一类 那还有一些西班牙语动词呢 它以这些R,R,E结尾的它可能是非规则变位 所以呢,大家可以到PDF当中去看一下 有哪一些动词它是这种非规则类变位 它又是怎么变的呢 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三个最最常用的非规则变位的 这个西班牙语一般性的是变位的动词 它们是ser,也就是是 还有呢,estar,在 ir,去 这三个动词它们的变位呢 都是非规则的 虽然它们很常用哈 但是它们是非规则变位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ser它的变位 是,对吧 我是,我们要说成soy 你是,eres 他是,男的他女的他都可以第三人称单数 是es 第一人称副数,somos 第二人称副数,soys 第三人称副数,son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动词,estar 他的意思是在的意思,对吧 我在,estoy 你在,estas 他在,estar 我们在,estamos 你们在,estais 他们在,estam 大家一定要注意像这个词呢 它在这个非规则变位的时候呢 写在中英方,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三个动词 ir 它的变位呢非常不规则 而且它的所有的实态变位都是 非常不规则的 首先来看它的我去应该说 v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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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vas vas 他去 va 我们去 vamos vamos 你们去 vais 他们去 vam vam 因为对于这个变位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只是给大家梳理一下 对吧 所以这个过程呢我走的稍微快一点 第二部分呢是我要为大家详细讲解的 也就是它的使用方法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使用这个陈述式 一般式呢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种情况 不太容易改变的事实 也就是说比方说你要描述一个真理的时候 或者描述一个人他的那个身份 这些都是不太容易改变的事实 我们要用一般现在式 比方说 se llama margo se llama margo 他叫 margo 对吧 这个se llama 它是 llamarse 第三人称单数变位 这个地方为什么用一般现在式呢 啊,因为它在表述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是一个人的身份 很难的改变的 对吧 所以呢我们用一般现在式来表述 se llama margo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句 dengo diez anios dengo diez anios 我有十岁 这个地方dengo是 tener 有它的第一人称单数变位 它是一个非规则变位 我们要翻译成我有 对吧 我有十岁 dengo diez anios 这个地方也用到一般现在式 因为我之前说了 你在表达你个人的一些特征的时候 属性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很难改变的 所以我们用一般现在式 再来看第三个例子 es de china vive en España es de china vive en España s通过这个变位呢 我们知道它是 se she 的第三层单数变位 对吧 es de china 它来自中国 vive 它是vivid 住 它的第三层单数 所以呢 vive en España 是住在西班牙 也就是说 它 是吧 来自中国 但是呢 住在西班牙 这也是用一般现在式 因为我表述的是现在的一个事实 对吧 那这些信息呢 都是不容易改变的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点 使用陈述式一般现在式的情况 也就是 当我们描述一种不太容易改变的事实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陈述式一般现在式去表达 那它的第二种实用情况呢 就是表达习惯喜好 我们知道习惯和喜好都是 也是很难改变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me gusta comer manzanas me gusta comer manzanas me gusta 我喜欢 对吧 comer 吃 manzanas 苹果 我喜欢吃苹果 我的一个喜好的表现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comer manzana 它是一个行为 它是一个单数 所以这个地方呢 gusta 我们用的是单数 me gusta comer manzanas 再来看第二个例句 me levanto a las seis de la mañana me levanto a las seis de la mañana me levanto 它是 levantarse 也就是起床 这个字符动词的 它的什么 第一人称 单数变味 首先那种话 我们要把这个se 变成me 对不对 然后呢 把这个levanta 进行第一人称单数的变味 我们就变成了levanto 因为它是以r结尾的 这样一个动词 对吧 levanta 它是以a结尾的 我们要第一人称单数变味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a变成o 所以呢 就变成了levanto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把这个字符动词写在的这个代词me 放到这个变味动词的前面 所以呢 就有了me levanto me levanto 我起床 几点钟起床呢 a las seis 六点钟 de la mañana 早上六点钟 我起床 它是一种习惯的表现 我每天大概都是这个时候起床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用陈述式 一般现在式来表达 这个习惯 再来看第三个例句 cada martes juega al fútbol cada martes juega al fútbol cada是每一个的意思 cada martes 每一个星期二 对吧 每周星期二呢 cada martes juega 它是jugar 玩这个动词的 第三人称单数变味 它是非规则的 也就是每周二 他玩 什么 足球 所以呢 这个r 它是a和a的一个结合体 每周二 他踢足球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一个 什么习惯的表现 所以我们看到 关于这个习惯和喜好 实际上 它的句子当中 它有一个信号词的 比方说第一个例句是 喜欢me gusta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例句呢 它是me levanto 起床 这个每个人 每天早上都有起床的 对吧 第三个词呢 是gada martes 每一周二 这个时间和这个动词 一般呢 它的句子当中 都有这个信息给到你的 我们要用陈述式 一般现在诗来表示 我们再来看 它的第三种使用情况 即将发生的将来的动作 这个地方就有两点 首先第一 是将来的动作 也就是现在没有发生 待会儿会发生的 第二点 非常重要 即将发生 也就是这个将来的这个点哈 其实上和你现在这个点呢 其实上是比较近的 当然了这个具体的 也要看这个语境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例句 voy a la dienda maniana voy a la dienda maniana 我明天去那个商店 这个地方boy 它是谁的 一般现在诗变位啊 去 对吧 我去 非微者变位 ok 我去 voy a la dienda 店的商店 我去那个商店 什么时候呢 maniana 明天 明天呢 和现在诗相比较近的 我们应不应该用 这个现在诗来表达 这个即将发生的将来 最重要的是 当我们用这个现在诗来表达 这个即将发生将来的 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它表达的是 这个计划性非常强 它的实现性 一定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明天 我去商店这件事情 99%都会发生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句 de llamo dentro de dos días de llamo dentro de dos días 看到这个地方 llamo 它是 llamar 打电话 这个动词的是什么 第一人称 单数变位 对吧 因为它是以 r结尾的动词 所以呢 第一人称 单数变位呢 我们要用o来替代 所以呢 是llamo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给谁呢 给你 de llamo 对不对 我打电话给你 dentro de 在什么之内 在这个两天之内呢 我给你打电话 也就是差不多两天的时候呢 我会给你打电话 对吧 这个地方呢 也是表示计划性非常强 是即将发生的将来 再来看第三个例句 la semana que viene vamos de viaje la semana que viene vamos de viaje la semana 是星期的意思 que viene 什么样的星期呢 啊 那个即将来的星期 viene 它是venir 来 它的第三成单数变位 对吧 它是修饰这个 semana的 它是一个单数 所以呢 这个地方没有第三成单数 viene la semana que viene 那个 下个星期呢 vamos 我们去什么 de viaje 我们去旅行 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下个星期 所以呢 它用的也是 用的是 乘数是一般 现在式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不同哈 明天 两天 以及下星期 我们都是使用这个即将发生的将来呢 那什么时候使用将来式呢 在之后的课程 我们会着重的去讲 那现在我们讲一般 现在式 用这个一般 现在式 表达一个将要发生的将来的动作 实际上呢 它是强调它的计划性 也就是说我有做这件事情的打算 这个计划 所以它的实行率是非常高的 它主要突出这样一个意思 至于这个发生的这个将来的时间点 和现在的时间哈 一般呢 都是根据语境而定 我们能说 下个星期我们能用这个现在式 那明年就不能用这个现在式了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明年将要发生的那个动作 我是非常有计划性的去做的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陈述式 一般现在式来表达那个动作 一般将来式 它也是表示将来的动作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和陈述式一般现在式对比的话呢 它的计划性没有那么强 也就是说 它发生的可能性 是比你用陈述式 一般现在式的可能性是要小的 那将来呢 我们会详细的再去学习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用这个陈述式将来式 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三种情况 也就是陈述式一般现在式 还可以用于表达即将发生的 将来的动作 它强调和突出的是这个计划性 好 这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今天呢 我们主要学习了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使用这个陈述式 一般现在式 我们首先来广告一下 那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用来表达 一般不可能改变的一个事实 或者说表达真理吧 我们就用这个一般现在式 第二种情况呢 表达一个人的喜好 爱好 习惯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用它来表述一个即将发生的 非常有计划性的一个将来的动作 好了 这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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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